拥有42年历史的老字号 圆山大饭店圆圆餐厅 为提供多元菜色扩大服务 自3月起将从过去 仅39坪的隔楼位置 移转到97坪的大厅营运 除保留招牌的 如红豆松糕等佳肴 更礼聘资深主厨 带来江浙风味菜 为老餐厅注入新活力 我们从30几坪的营业的空间 扩大到97坪 而且不止小吃 我们甚至包括江浙的大菜 宴席 套餐都可以提供 高达150几种以上的菜色 我们备有建坛 山 南有基隆河 所以看山看水 在圆山的包厢 用餐的环境来讲 不仅眼睛可以看得很美 同样的也可以享受美食 记者会上主厨王权毅 秀了几道功夫菜进展好手艺 新增如乾隆御传之一的 清宫肉圆 今早栗子烧红肉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细火蛮威的东坡肉 调味也加入巧思 东坡肉本身是用五花肉 把令草去卤 大概卤了八个小时 所以慢火去微卤 它又只要是用冰糖跟酱油 去没有加任何的味精 所以它滷石煎酒 肉很入口即化 它里面就是有加一些 红菊的养生 饭店指出圆圆改头换面后 除了菜色翻新 挑高八米的宽敞空间 宾客还能变调合景和市区景观 让用餐体验也跟着升级 专事记者张新伟 台北报道